新北市几岁国中管乐团 号召校友演出 人数超过预期 组成校友一二团 为的是回忆那一段国中年少 更是为了乐团总监魏德妍 团员们习惯称呼他为魏老大 国中三年时间 有魏老师和团员的陪伴玩音乐 让这段日子难以忘怀 尤其魏老师带领 强调学生纪律和品德的养成 让课业繁重的国中生 在音乐的陪伴下 更能够开心学习 其中已经有毕业校友 重返学校担任英文老师 以老师的身份 以学业的身份 然后管乐团带给我的东西 其实一直都是 我觉得是一辈子带的一种的软实力 就是怎么与人沟通 然后以及怎么去学会负责 那更重要的是 管乐团的英文人物魏老师 那从魏老师的身上 我看到一个稍微教育工作者 演办 他进进业业的面对自己的教学 尊重性在台上的每一分美一样 同时他也无条件的 为学生常开那个手手 魏德燕老师94年 接下乐团总监职务 因集中附近学校没有管乐团 国中阶段入团的学生 几乎没有音乐基础 因着魏老师的陪伴和教导 以一个乐团 一个声音的精神口号带领 让乐团拿下无数次的试赛 和全国赛的特优精彩表现 而魏老在带团15年后 也将计划退休 音乐会上带领校友团演出 有无尽的感谢和不舍 我感谢你 孩子很特别 谢谢家长把这个优秀 孩子送到小学的中文 各位孩子 老大爱 另外校长张国正及夫人 还有家长和团员们 组成合唱团 为老师指挥管乐校友团演奏 师母李琴花指挥合唱团 亲子同唱 泪光闪闪和花心 百人的大合唱 更让音乐会充满了不舍的离情 而依据乐团传统 针对九年级学生 安排特别的封管仪式 感谢再团三年 学长姐的精彩表现 但今年更像是乐团总监 魏德妍的封管仪式 不管是团员还是校友们 都有着满满的不舍 音乐会后 团员们最熟悉的五楼练团教室 极满历届团员 捍卫老师拍照留念 除了舍不得 更要谢谢他 让国中阶段如此的精彩难忘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